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早上 来到4月1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中中微政院研究部 埋行董事王矮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Ravi 大家好 市场仍然在担心息口走势 导致一度反弹超过300点之后 星督显著收窄 肯指一期收跌18点 待会和我们分析一下最新市况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2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名字和上文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第上日美股表现 联储局官员继续放映 美股星期四就个别发展 导致高开之后一度反弹330点 其后几乎全面蒸发的升幅 中段一度倒跌71点 导致收市微升22点 报37,775点 标指连跌第五个交易日 收跌大约0.2% 报50,11点 纳指反复跌0.5% 收报15,601点 美国就业数据稳健 美国长债息就靠稳 10年期挂债息重上4.6厘关 美汇指数在106关口增持 比特币一度重上6万4千美元的关口 而金价最多升超过1% 之后升势放缓 招点美股 Tesla租得银削减投资评级持有 股价再跌3.6% 跌穿150美元 微软跌1.8% 就是最弱的导致成分股 Meta升为1.5% 而台积电的业绩符合预期 股价仍跌4.9% Netflix在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 股价在即前跌0.4%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公布首季 戚支12亿美元 回购8,750万股之后 京东美股做好 比本港收市价高1.7% 至宣布99.69 网易亦升超过1% 腾讯尾升0.2% 阿里巴巴跌了0.7% 至宣布67.42% 汇丰控股ADR 至宣布63.26% 比本港收市价升1% 有邦跌0.5% 建行跌0.4% 接着看看今早外围的市况 导致期货跌 跌过8点 报37,869点跌138点 而亚泰区股市普遍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得比较多 跌2% 日经平均指数37,310点 跌769点 南韩股市跌超过1% 跌2592点 澳洲市也跌幅1% 而新西兰市便轻轻跌0.1% 恒指黑期也要跟着整个外围向下 跌过8点 先和Rabby聊聊美股的情况 因为看到联储局又放银 官员又出来说 其中有个被称为联储局三把手 就是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 说到联储局不急于减息 必要的时候仍然要考虑加息 因为可能有提到加息字眼 所以美股昨晚本身升得很好 其实也蒸发了那些升幅 对减息不确定 会不会继续困扰美股的投资气氛 绝对有这个机会 因为始终我想美股 大家都知道长期都是属于比较强 我认为一直以来升势都比较多 特别是今年第一季回来 其实美股是升得比较厉害 平均来说的 而升的背后原因 其实当时离不开是对减息的炒作 预期炒作 所以反过来说 就是当时有这个预期炒 现在明显地是开始调转的一些东西 所以自然只是这个东西有个扭转的时间 有些调整其实真的不奇怪 更何况来说 如果你拘换除了息口因素之外 我想近期的外围 都是继续关注着中东局势的问题 虽然这两天稍微好像静那些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以色列那些回应是如何的 这个仍然是不确定 我想在资金的取态上说 一来对减息的预期又不确定 二来对局势的发展又不确定 例如一来可能减息的因素 又再重延这个预期 甚至乎中东那边突然没有事 这些因素突然转转 才可能对于美股有机会再推高一点 所以我想只是这样看 暂时都是比较审慎一点 因为其实你讲减息的东西 拉多一点就是 譬如除了可能各别的官员 近期不断放映之外 其实你不要说 连柱局主席鲍威尔 其实日前的说法 都是有点改口风 不断突然说 有机会延迟减息 所以大家现在去计算 其实还是不是好像 柱局本身的点阵图 大概三次那件事 其实应该未必做到 因为譬如过去都说 你现在在9月份开始减息 我当你这件事不变也好 只要是9月份 其实今年9月计算 只剩9月11月10月3次议息会 但是11月是大船 照计那个月是不会移动的 所以扣除那个月计划 只得了两次 所以还能否复达到 柱局定了三次目标呢 其实都已经有难度 更何况好像百分公司那样 可能未必减住 或者好像百分公司计算 又叫加息 所以整体来说 我想这些因素 其实对于市场 未完全反映 就是在定价的角度来算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短线 对于美股角度来说 会比较可能先审慎 就算不至于大跌 或者大插也好 但是你说要升上去 就可能比较难些 是 即未必好像之前那样 调整一下 很快又弹上去 当然最近美股 还有个大家的焦点 就是看着一些业绩 尤其那些大型的科技股 都陆续来着 都会更加进入高峰期 不如先说一下收市之后 最新公布了就是Netflix 大家都会看着 因为是开始大型科技股的业绩期 简单说一些数 Netflix第一季的收入 就增长近1.5亿 到93亿7千万美元 纯利大约23亿3千万美元 增长7.8亿 每股盈力5.28美元 超过市场预期的4.52美元 而付费用户增加了超过93万户 到2亿7千万户 都是超出市场预期的 公司也有些第二季的展望 Netflix预期 第二季的收入超过94亿9千万美元 增长近1.6亿 每股盈利4.68美元 至于全年收入预期增长1.3-1.5 其实Netflix的盘后股价是一路做好 但之后很快就转跌回 盘后也跌超过4% 有些分析就解释 应该是因为公司预警典型的季节因素 会令到第二季度的用户增量低于首季 以及公司其实决定了明年第一季开始 不再公布订户数据 所以好像投资前景也不太清晰 所以盘后股价也要跌下来 自己怎么看 Netflix的前景的展望 是否相对比较审慎 以及股价走势会不会太坏了 其实很多次看美股业绩 都是看指引前瞻 因为季度的业绩不是不重要 但毕竟都是过去的数字 可能很多时候在股价上 已经反映了几大部分 如果你看Netflix的股价 大家现在看图图也看到 其实总体过去的季度是升了很多 其实在某程度上 刚刚过去的季度 业绩没有做好过预期 无论是从收入 每股盈利 或者是付费用户的增加 全部都是好过预期 但是我觉得在股价上 也可能反映了部分 因为你看现在这个股价 它是超过50倍 即是现价PE 其实不是便宜的 虽然增长暂时太多了 但问题就是之后 因为你升了上来 股价又不是低 但是你要看看利益 还能否保持到这样的增速 即是差不差到这样的股价 这样的股价水平 明显地盘后跌的主因 就是刚才提到 对第二季的指引 市场都觉得是比较保守 当然你说有好有不好的 可能它订得比较保守些 出来又好过预期都可以 但是始终变化可以很大 其实股价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这一季 有什么变化 其实真的不是100%准确 可能它订得比较保守些 到时可能好过预期 又再复不出奇 但是起码这一下 你订得比较保守的时间 在股价上的影响 会比较负面 自然股价盘后跌 其实不出奇 因为如果你看到 今次第二季的股 收入大概94.9亿美元 左右 按年虽然还是差不多 1.6亿的增速 其实如果按年增长 不是比第一季慢 反而是快点的 按年历制 但是环比上说 就不算太高的增速 因为第一季收入 有93.7亿美元 刚才说第二季的股 94.9亿美元 其实就轻微有个环比 所以增速 就不是很明显 再加上每股盈利来计算 如果以发行顺利来说 第二季股是20.6亿美元 如果这样计算 其实环比反而是要跌 因为第一季是赚23.3亿美元 所以跌幅也挺明显 再加上用户数的预期 虽然不是立即 但是下年的第一季 开始就不公布 虽然他说到原因很好的 就是因为以前 就开始 类似是初出来了 要追用户数 就当然会公布 这个显著是指标之一 但是现在已经够大 所以就不用公布了 虽然说着说得很好听起 但始终对于投资者来说 一向看这些指标 一向看这些数字 去衡量你赚多少钱 应该给你多少估值 你突然不说 这个是会有些保留的 所以我想几个人加起来 你的股价有个回调 不出奇了 我想短期应该会回禁一点 因为刚才也说一点 就是股值的问题 始终不是说便宜 除非你说 他那个预期 就是第二季 或者打后的增长 指引都还是比较高速的 但现在虽然是有增长 但是比较平稳 所以我觉得股价 可能会稍微调低一点 如果你说走势来说 其实说真的 虽然整体累升是多的 或者细足还是强的 但是近半个月 其实开始有顶 都是顶劲地 开始咬回一点 所以明显地 就是683、684的位置 都是一些助力 那现在刚刚 就是昨天收市那一刻 去到600元左右 就是一些重要关口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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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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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明描 不是 全部 写